你以为剑气凌厉的杨过是金庸笔下用剑最厉害的高手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十 岳步群 他是笑傲江湖中非常有名的君子剑 还是金庸笔下最有名的伪君子 由于他是华山派的掌门 因此自身武功不会弱 自爆也有余 但是他却狼子野心 极其势力 苦心算计之后总算得到辟邪剑谱 还毫不犹豫地挥刀自攻 之后便练上了辟邪剑谱上的武功 而且还在剑术造义上有点成就 打败的虽然不是高手 但是毕竟是邪门歪道 因此最后的结局也是最有应得 第九 剑神卓步凡 古龙的笔下也有个剑神 同样金庸笔下也有一个剑神 而古龙笔下的剑神叫西门吹雪 金庸笔下的剑神叫卓步凡 但是卓步凡在金庸笔下的名气 肯定没有古龙笔下的西门吹雪的名气大 因为该剑神的称号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 但不管怎样 毕竟他也是剑神 并且在剑法上是有一套的 因被天山同老灭门之后 于是就在辽东长白山苦练剑术二十年 后在河北杀了几个江湖人物 自觉天下无敌 便自好剑神 没曾想在虚诸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虚诸无意中展现出的绝世神功 让卓步凡下得要死 因此这个剑神实在是浪得虚名 第八 迪云 他在金庸笔下 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差的一个男主角 迪云在丁点传授神兆经之后 内力大成 后来又学会连城剑法 因此还成为了非常厉害的高手 并且连城剑法 还成为迪云的拿手好戏 还由该套剑法 击败了非常多的邪派中的高手 并且他还会穴刀刀法 又带着老祖留下的穴刀 他无权无势 但武功极高 而在江湖地位的他 不仅不会耍阴谋诡计 还没有称霸江湖之心 更重要的是 他有一颗仁慈之心 因此迪云的造数建议也很高 故此上榜 第七 杨过 他是金庸笔下用剑的好手之一 谈到杨过的剑法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就是他只会拿着玄铁剑 横砍 斜劈 顺刺 会感觉杨过的剑法 根本就毫无技巧可言 只会一味地满打 但其实杨过的剑法并不差 杨过不但与小龙女合练的 玉女肃心剑法威力很大 而且还在后来得到玄铁重剑之后 练成的重剑剑法更是威力十足 还可以从玄铁重剑 一步一步走到了最后的木剑阶段 甚至还可以说 杨过巅峰时候的状态 已经接近于独孤求败了 故此上榜 第六 风青杨 他是金庸笔下剑术达到最高境界的高手之一 风青杨精通独孤九剑 而此剑法是由独孤求败传下来的绝世剑法 号称破禁天下武功 并且令狐也有幸得到了他的传授 但是只学了一年半载 就已经靠着此剑法纵横天下 而且还未尝一败 可想而见 这风青杨武功剑法之高 似乎不低于号称天下第一的东方不败 第五 阿青 他的剑法由一头白元所传授 虽然该剑术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实则威力极大 并且还可以轻松击败两千甲士 若无通神的剑招 完全不可能可以全身而退 并且可能早就被乱剑射死了 至于他真正有多厉害 还真没有人说得清楚 只要随手一点 便可以造成重伤 而且这套格闪打牛的剑法 应该是金庸笔下最为恐怖的 虽然他小小年纪 亦是弱智女流 还被很多人认为是金庸笔下第一高手的竞争者之一 而石破天还身怀少林两大气功和泰玄精内功 使其在内力方面几乎无人比拟 并且石破天的剑法也非常厉害 甚至还达到了金书最高水平 独孤求败的剑法境界是无招无剑 而石破天可以用手虚直空剑 是十步杀一人的剑法 手中虽然无剑 但剑招却源源而出 第三 独孤求败 说到用剑的高手就不得不提独孤求败了 杨过都上榜 那独孤求败就更可以上榜了 他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 自从他丢掉紫薇软剑后 便就直接另起炉灶 来重新研究了一套剑法 而研究的这套剑法境界是非常高的 并且追求无招胜有招 达到重剑无风大巧不攻的境界 因此独孤求败自然代表了一个武学巅峰 虽然他没有刻意留下什么功法 但是间接得到他剑法的杨过和风轻阳 都成为了一代名家 就已经可以说明他的武学地位 第二 张三丰 他是金庸笔下数一数二的高手 还是武当派的开山之祖 被称为张真人 而他所创的太极剑 主要以柔克纲 以静之动 以慢之快 也还是在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但是他所创的比这个境界更高一点 因此张三丰排名第二 第一 段玉 他学习能力非常强 并且很多人都不会的武林绝学 都被他学会了 而且自身实力也非常强 同时段玉心中还有大碍 这是很多武林人士做不到的 因此段玉非常走运 先是无意间学会了北明神功和林波微步 即便的百毒不侵 更是学会了大理的绝学六脉神剑 后面又遇到了发疯的揪魔智 便吸取了他全部的功力 并且该剑法草木诸石都皆可成为剑 而且内力源源不断的输出都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排名第一 想必无人不服